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星期五将首次正式会面 这是两国相隔11年后第三度会晤 金正恩更是首次他上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随着会议越来越靠近 韩国政府今天揭露了两大首脑会晤的会议室 这个肩负历史意义的会议室 设在板门店和平之家二楼 会议室中间摆放简单长桌 两国领袖和随行官员将面对面坐着 讨论一系列课题 包括朝鲜半岛无核化议题 从文金会宣布后 韩国民间就涌现两极舆论 一众韩国社运分子今天在首尔中央举行游行 民众戴上文在寅和金正恩的面具 以舞蹈口号欢喜迎接和平的曙光 就在集会现场的对面街道 六名示威者手持横幅标语 认为文金会毫无记忆 补 exposure 海线整 realized 海线整容 Specifically 海线整容 海线整容 削さんノリ 至于一般民众则看好这场盛会 希望文京会为两国带来期待已有的和解 各界确实都期盼和平的到来 但能否成真 还得看文京会和稍后的美朝会的会谈成果 而两天后的文京会将会是第一场考验